金庸在笔下诸多小说中都提到了《内功难以速成》,固然他书中也经常安排一些角色有内功速成的经历,但往往也是借助于外力,例如断育、虚竹,令狐冲的传功和吸取内力,杨过的舌胆,有坦致的冰残,迪云被血刀老祖扼住喉咙,生死关头打破玄关,但郭靖极其特殊, 他的内功飞速增长,几乎全部靠的是自己练功,硬是把照理说惠则难懂,徐日积月累修炼的全本九阴,当成了速成偏练,首先说明白一点,很多人对于郭靖的内力,会提到梁子翁那里的蛇血,但所谓的蛇血增长内力,仅仅限于连载版有所提及,三连版就已经把明确的蛇血增长内力桥段删除了, 到了新修版更是直接说,蛇血这东西完全不加内力,梁子翁扭伸摆腰,向旁窜开,但又必以为他掌缘带倒,热辣辣的身世疼痛,暗暗惊矜意,只割得数月, 这小子的武功竟精进如此,必是服用蟒蛇宝雪之功,越想越老,纵身又上,其实那蟒蛇宝雪,虽有蛆虫辟毒之小,却并不能增强内力,郭靖武功大靖,全因得了大高手红旗公指点之过, 金庸这样的修改,大概是从郭靖的人设考虑,郭靖本就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设, 他的奇遇是高人指点,是获得顶尖秘籍,但这些仍然都靠他自己努力修炼, 从蛇血获取魅力虽然是无益,但对郭靖形象塑造有损,另外再多说几句, 旧本文说,郭靖在射雕中期魅力增速异常这件事来说,就算是有蛇血增幅的连载版, 也是仍然存在的,因为纵然是连载版蛇血,也不过让他内力是欧阳克那档次, 而之后几个月时间,他内力直接增长到了能跟求千人掰万子的水平, 这在任何版本都是存在的,郭靖第一次魅力飞长是在桃花岛上, 此时郭靖的内力突然就超越了欧阳克了,以至于让黄耀石一度怀疑, 莫非这小子其实是绝顶聪明之人,否则武功怎么能练得如此纯, 黄耀石忽然想起,这小子年纪又小,武功却练得如此之纯, 难道他是装傻作呆,其实却绝顶聪明,若真如此, 我把女儿许给了他,又有何妨,黄耀石暗叹, 傻小子终究是傻小子,伸手拉开了欧阳克尔上忙着的丝巾, 说道,论内功是郭贤之强写,但我刚才考的是音律, 那却是欧阳贤之高明得多了,这样吧, 这一场两人算是平手,我再出一道题目, 让两位贤之一决胜负,前面郭靖接欧阳风的蛤蟆功, 虽然被震得倒退七八步,气血翻涌, 但是强行站住了脚步,深吸一口气,全然没有受伤, 黄耀石根据在归云庄上对郭靖内功的判断, 觉得这是欧阳风手下留情, 否则郭靖这一击已经被打得筋断骨折, 然而原文却说,这是因为郭靖此时, 功力就已经跟归云庄上不同了, 欧阳风确实有收力, 但他因为全神贯注投注于对战红旗功, 其实收力是收晚了的, 是先有郭靖能挡下第一波的威力, 才用欧阳风能顺势收力, 接着是修炼一斤断骨片, 十几天时间郭靖的功力提升了两成, 本来只看这里不算什么, 真正神奇的是, 一个来月的一斤断骨片加上郭靖, 黄荣合力疗伤时, 七天时间增长的内功水准, 竟然突然就让郭靖有了接近求千人的内力了, 丐帮三老和黄荣之他这双掌一击, 是郑念和郭靖的掌力比拼, 胜负之术,关系非小, 巨多宁神注视, 但见他双掌发出, 那八代弟子道飞杖许, 轻轻巧巧地落在地下, 呆了一呆, 转身又向郭靖奔去, 竟丝毫没受伤, 这一来, 丐帮三老君之郭靖与求千人的功力, 大致在伯仲之间, 虽郭靖稍有不及, 却也相差不远, 当然, 后文里提到, 此处的伯仲之间有一定的水分, 郭靖无意间用上了天罡北斗阵的巧劲, 铁掌风的队长, 仍然输了求千人一筹, 但这一筹差距也是有限的, 双方各自退开三步, 求千人的优势仅仅是站稳了, 而郭靖晃了两下, 两人掌力相交, 砰砰两声, 各自退出三步, 求千人稳稳站住, 郭靖却连黄两下, 那晚在军山借着丐帮弟子的身子较劲, 两人似乎打成平手, 然而那是由于郭靖手上带着天罡北斗阵的巧劲, 此刻硬碰硬的比拼, 毕竟疏力愁, 郭靖关切黄荣, 不敢恋战, 王府身将他抱起, 背后风声洒然, 敌人又以公道, 如此有限的差距, 估摸着, 此时郭靖就已经有了求千人七八成位力了, 这段对比, 其实很多人比较熟悉, 但其实紧接着, 双方还对离自掌, 这时候, 郭靖使出将龙十八掌中的救命绝招, 神龙百尾时, 郭靖竟然占了一点点上风, 求千人身子微微一晃, 而郭靖不见犹豫, 郭靖左手抱住黄荣, 更不回身, 右手一招神龙百尾, 向后挥去, 这是祥龙十八掌中的救命绝招, 他在情急之下使出, 更威力倍增, 求千人与他掌力相交, 身子微晃, 又见掌心刺破处, 着实疼痛, 只怕黄荣身上所藏间刺中, 未有毒药, 盲局长在月光下查看, 见血色鲜红, 略觉放心, 当然, 此处也可以认为, 郭靖情急之下, 潜力爆发了, 不能算数, 但前面两处表现, 也足以支撑其郭靖内力, 借近求千人的结论了, 再说一下, 虽然严谨来讲, 掌力不完全等于内力, 掌力是由内力, 本力, 长法共同决定的, 如果再考虑下另外两个, 结论其实也没什么变动, 求千人身材矮小, 而郭靖是比较壮硕的类型, 本力上, 郭靖或许有优势, 但是掌法技巧上, 郭靖是自认为, 颇不及当时的求千人, 黄冬道, 靖哥哥, 打, 别理他胡说, 郭靖昨晚在军山之巅, 见到求千人的铁掌功夫, 断得风锐狠辣, 精妙绝伦, 不在周伯通, 黄耀师, 欧阳风诸人之下, 自己颇有不如, 此时狭鲁相逢, 哪敢有丝毫轻敌之意, 当下气聚丹田, 四肢百还无以松切, 全神带敌, 而铁掌本身, 也是足以跟降龙十八掌抗衡的掌法, 虽然威猛不及降龙, 但以天开场, 无色曾说, 铁掌的刚猛在所有掌法中, 向来称第一, 除了囚千人之外, 跟老武决中魅力最强义灯的对比, 也显示, 郭靖此时, 魅力已经明显超过义灯的五成, 义灯适才这一胎, 一半命他不必多礼, 一半却是使他功力, 这一胎之使了五成力, 若觉他抵挡不住, 力时收尽, 也觉不至日将他掀个筋斗, 如抬他不动, 荡在家境, 知这一胎之间, 就可明白对方武功深浅, 岂之郭靖靖顺着来势缓缓站起, 将他尽力自然而然地化解了, 这比抬他不动, 更另一灯吃惊, 按道, 七雄收的好徒弟, 无怪我徒儿自愧不如, 在八月十五中秋烟雨楼之战前几天, 这里新修版金庸提礼下, 郭靖短时间里, 魅力提升到了以前的三倍多, 郭靖眼见这一仗要打得他头破骨碎, 情急之下, 左手击带, 将铁杖拨在一边, 右手伸出, 以抓住帐头, 只是他心慌意乱之际, 用力过猛, 又没想到, 自己此时功力大尽, 以前初掌使力十分, 流力二十分, 魅力大增之后, 初掌尽力三十分, 体内余力自然而然增至七十分, 所谓行有余力, 举忠若轻, 便是这个道理, 这里三倍多是跟何时对比, 个人认为是跟修炼异金断骨前对比, 因为郭靖发现自己的力量增速超乎想象, 就是从在明家岛上开始修炼异金断骨开始的, 郭, 黄尔人大喜, 连声称好, 当即动手, 郭靖那日罚下的一百根木料, 好好堆在一旁, 只削以树皮解锁, 将木料牢牢附在一起, 那就成了, 捆绑之际, 郭靖用力一抽, 一根粗索趴的一箱就崩断了, 他还到绳索节的布牢, 换了一条锁子, 威以使劲, 一条又粗又刃的树皮索又断成两节, 郭靖待在当地, 作声不得, 而修炼异金断骨, 是在六月下旬到八月初, 真就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而已, 当然, 还有一种可能, 这里内功打劲是从获得九阴总指开始计算, 不过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为零, 毕竟九阴总指是遇见一灯之后才获得的, 前面已经论述了郭靖刚遇见一灯时, 魅力就已经有一灯的一半以上了, 这要是增长到原本三倍多, 那就远超一灯了, 在黄董被欧阳峰带走之后, 郭靖满世界寻找黄董, 大概寻找了一两年, 遇见了蒙古旧人, 参加了蒙古习征, 这段时间郭靖勤修苦练, 完全将九阴亿金断骨片练成, 同时练了许多其他功夫, 内功的精纯浑厚都大飞西比, 欧阳峰跟郭靖对战, 略有大意都差点输了, 这里看着是郭靖内功仍然大劲了, 但相较于六月到八月之间那离奇的增速, 其实放缓很多了, 六月上桃花倒是, 假设五决内力是一百, 秋千任是九十, 郭靖的内力可能也就只有二十出头, 八月十五烟雨楼之战时, 大约已经有七十的样子, 但这里在遇见欧阳峰, 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, 郭靖估摸着, 内力也就从七十增长到了八十五, 而且之后小黑乌特训, 强调郭靖内功要赶上欧阳峰, 还需要相当的时间, 大概是金庸也意识到, 前面给郭靖内功增速快的太离谱了, 理论上黄荣跟郭靖学的一样的九阴真经, 结果黄荣在射雕末, 内力比之五绝绝对是天差地远, 倒是神雕初期, 由于郭靖进度放缓, 黄荣跟郭靖拉近了内力差距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下除阅照里的影响